所以因为由于9月4号啊 即将来临下个星期啊 就是Motomania那边 在My Town Rooftop那边 有一场car show event 这一场是非常非常大型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赶着做我的小白 去做一个rapping 是为了要去参加那个event 所以如果你们对car show有兴趣的 记得我们在那边check out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拍给你们看 我的日常啦 OK 记录一下没有生活 So show up please go 所以各位还没开始之前呢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白现在车车的collision OK 自从上一次我做rapping过后呢 应该是大概有三年前啊 我做这个车之前是蓝色的嘛 然后after我remove了那个rapping了 我就重新再设一个cheat了 但其实啦白色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clean 非常的喜欢 可是真的是不经过一些岁月的残疾啊 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有这种啊 stone chip啊这些啊 white vendor啊这些是非常的严重的啦 大家给你们看近距离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些stone chip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so其实 真车看的话啦 你们会发现到我车很多那些虾吃stone chip啊 body kit啊那些啊 so 这一次呢我会把我的车除了wrap之外呢 white vendor那边呢其实呢 正式来讲啊因为我屁股的宽度啊 比原装车是宽的很多啦 so前面的dia他会一直碰那个石头再去啊 so应该今天这次怎么解决我后面的那个stone chip的问题呢 就是应该我们会after wrapping了 我会做一个PPF的啊 那种透明的PPF 我会把它在wrap 保护那个wrapping 然后来prevent它以后 用久了过那个stone chip又回来的效果啊 ok 那么其实guys 这辆车啊 呃其实也是还没有做过正式的review了 以前呃很久之前我做一个short的review 我就讲我改了什么东西啦 so下次等我啊 after 期待我下一集啦 我做了wrapping过后 我应该会做一个 fullcard的review是关于我的车 啊 total的fullreview在youtube或者facebook啦 so你们 stay tune guys 那guys给你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 wrap body就其实就是这样改出来了 ok 好吧 其实wrap body车身啊 他原转这些东西啊 全部是要 拿来烫车身的 so烫了车身呢 他就会变成 呃这样的pattern了啦 so 其实每辆团底的车呢 都是要做隔车身的 看你们舍不舍的去隔了 可是你改出来之后 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帅的啦 ok guys so 全部东西也是拆到七七八八了啦 so给你们看一下看嘛 这些全部东西是在这边 是拆到七七八八了 so 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些啊 有stunch的地方 全部 也讲 比如讲那些布美的地方啊 还有石头的地方 我们全部会拿去补泥 so 然后会用撒纸磨到咪咪 我们才开始做那wrapping的 这些呢 这些呢 其实你改挖body呢 这些就是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custom made的这些 undercover 避免那些脏湿头东西是进到去 我们engine里面这个是也是要 自己custom全部是做出来的 so你会看到这些一片片搭出来 其实也是ok fiber在铲和原装的那个rubber 我们讲香蕉叶啦 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做回的 不然就很你的engine被是很脏的 其实前面那你这样子改挖body啦 是不需要割太多啦 因为你看这个是原装的车身来的吗 ok 他其实是割这边吧 原装车身maybe就到这边 他就割maybe ok 两寸啊 那么后面呢 就其实会比较多一点 后面就比较夸张一点 你们看一下 后面的量其实他就比较多一点 这个也是割了蛮多一下啦 因为我之前现在直接是做 因为其实这辆车以后我应该也是会下一条s suspension下去 所以我直接是躺到完啦 躺到去很高一下你看 这个level其实就是maximum了 这辆车的maximum了 玩低趴绝对是适合把车身就是看你舍不舍的去割咯 我是maybe割了这一个有差不多一个手半个手掌的位置啦 是蛮多一下了的 所以以后就期待看我会不会下一条sr下去啦 ok 所以现在来到第二天啊 所以第二天第二阶段呢 我们就是现在要做这个顶 看到吗 现在这个是要做referbitch啊 因为我上面的carbon顶啊 已经开始那些cutting开始 ok 脆掉了啊 薄掉了啊 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好像 一层的cutting哦 它已经是看到吗 这种 它黄了开始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 before不是这样的 before它这边是美美 but我们重新全部说过啦 所以现在我的partner 啊 啊 在开始磨掉那些cutting的 八黄的东西全部磨到干干净净 然后我们看一下 啊 去什么referbitch这个carbon顶 就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啦 我要给你们看啊 我们的referbitch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细节的方面啊 比如讲你看啊 前面的bumber啊 我们尽量是没有讲去sumbung sumbung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boxy啊 boxy是戒指 因为有些bumber的地方 比如讲这些curve free啊 这些地方 如果你one touch不到呢 我们很多referbitch呢 就是有做那些啊 贴纸 就变成你会看到有一条线 所以我们尽量可以one touch 我们就做到one touch one touch跟戒指的分别 就是在他看到 比较滑一点 你就看到整张纸咯 就比如讲一张纸 一个bonnet是用一个纸吗 是不是fender是一个纸 这样我们的技术是 我们focus 可以one touch的我们全部one touch 就一张纸开了 然后很多地方我们这些啊 这些细节为止 这些全部bumber这些 下面的lips啊 这些全部也是one touch的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今天我会把我这辆车是 after wrapping了 旁边的那些fender 我已经是做了那个pbf carbon那边呢 我也是referbush了 因为之前我的carbon 顶是起那些cutting啊 起到好像那些一大大大泡沫这样的 我们也是把它磨了 磨了我们不是放exposivecutting啊 我们是采用一个pbf啊 黏上去跟那个exposivecutting一模一样啊 而且它会采用到一个比较更加protect它的这个 因为exposivecutting它是一个光油罢了嘛 它没有保护的效果 你种到stunch或者种到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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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fter wrapping 我们是现在采用着一个cutting 是跟汽车的cutting是其实一样的 其实啊我要可服一下 wrapping 纸啊是可以上cutting的 看到吗 它绝对不会讲damage到我们的那个wrapping sticker 看到吗 这就是process当我们查完那个cutting摸过呢 一定是要快速的把它磨均匀 然后就把这辆车放24个小时至72 hours 然后看它的那个凝结的那个膜的效果 我们会再double checking so ok guys 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完成了 如果你对这些wrapping或者ppa或者cutting呢 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我现在也是开了一间wrapping店 ok 某种focus 其实就有telings啊那些就有去做的 so location 是位于在chela sunway velocity 这一带啦 ok 名字是叫做rack strap 其实rack strap是什么日爱改装它的聘银 so 就于是就有诞生了这个rack strap出来了 ok 那么其实现在我在开店呢就是有做这个promotion 任何 ok 比如讲是普通Sedan的车呢 那我是从2888期是full wrap 如果你是SUV的啊是加一个300块 MPV的话是加一个500块 以此类推是这样罢了 so 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些有兴趣 不妨可以找一下小弟 我是YukoLi 这边 我们下几天see you bye